因为最近中国国内互联网的形势 那也是灭顶之灾 几大用人大户 什么京东 什么美团 纷纷的裁人 裁的是惊天动地 外界都没有透露出来 但我这个圈子里有好多朋友 他们说裁的是天昏地暗 那些人没地去 也没有收入了 这些外卖小哥也很惨 惨了很多人 那高科技公司如果不松绑 中国的就业形势 中国的经济体量 经济活力 就会在短时间内 降到一个危及国际民生的 这样一个程度 政治局也害怕了 所以赶紧召开会议 给大家讲这个事 那除了要对高科技公司 要踩刹车以外 还有就中概国 这么中概国在美国 纽交所加纳斯达克 有两百多家 那个体量也是巨大的 本来中方坚决不让步 因为啥 美国的SEC要求 中概国公司 跟所有其他各地 到美国来上市的公司一样 遵守一样的 会计审查标准 那就是我需要的话 你得给我会计底稿看 比如说阿里巴巴 你卖了多少 买了多少 卖家在哪里 这个底层数据 你得给我看 不给我看 不行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欧美这些王八蛋 这些华尔街这帮孙子 也都是见钱眼开 他们采取了个方法 叫以罚代管 什么叫以罚代管 SEC是规定 你必须这么做 但没做的时候咋办 那我罚款 也等于我有作为 我没有不管他 所以对中国的公司 还有尤其是帮中国的这些上市公司 做会计报表的四大 什么毕马威 什么普华永道 这些 罚款 罚款以后第二年接了这么干 所以这么多年 中国中概股上市公司 在美国 就是个特殊的利益关系户 就是一个特殊案例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 但是川普以后 最近几年 SEC相关部门 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了 而且态度强硬 说如果中国公司再搞特殊 你们就给我出去 要摘牌 这下紧张了 所以这两天 也就是上星期吧 Bloomberg也刊发了报道 说中美两国正在就如何落实 中外股会计抵稿 审计的事项 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以免中资公司被摘牌 并恢复 中企在美国上市这个进程 你看 这看起来又是让步了 中方又对美国让步了 而且力度还不小 你看习主席 本来从一尊说一不二 那种大无畏的气势 这两天有点 食食物为俊杰的感觉了 开始食食物了 开始讲究实际了 这个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从这几个大的转变上看来 貌似真有这样的迹象 为啥 经济垮的是一塌糊涂 经济垮的一塌糊涂 在过去多年以来 共产党讲的一个论调 老百姓也买账 就是没有共产党领导 就没有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的经济奇迹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老百姓生活这么好 企业这么牛 出来了世界级的大公司 腾讯阿里这样的 都是证明我党因势利导 在关键时刻有战略定律 也有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航向 不断调整战略战术的这样一个能力 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套理论 中国人买账 这个中共自己讲的也是智得意满 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个逻辑上你不能是这个左右你都要 你既然以前说的是经济豪 是中国产党证明我们的体制对 好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讲 但现在经济不好了 马上又不行了 那是不是能反正你这个体制就是不行了 这个你是绕不过去 绕不过去的一个弯 一个弯 挺不过去的一个坎 你必须要把经济再给它弄上来 所以西京平台们也着急了 也着急了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治理形势 尤其是在和海外的关系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机 从此走向了开明 走向了法治 走向了和国际社会共融沟通 而不是对抗吗 恐怕不一定 恐怕不一定 同样是这两天的消息 我们看到 华日日报刊发的独家报道 说中共当局就在和这些大公司开会的这个时候 他在推动一项东西 就是要求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 向中国政府提供1%的股权 并让政府在公司决策中发挥直接作用 实际上在去年上半年 中共就已经强行收购了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等公司1%的股份 不过当时看着那是一个试点的行为 会不会迅速扩展到其他互联网公司是很有可能的 华日日报的报道 点了腾讯和美团这两家公司 那就是中共也要强行入股腾讯和美团 但大家心里都有说 那一旦实施 所有的中国科技巨头 谁都免不了挨这一刀 所以中共在踩 加速的这个踩刹车的同时 又在加速 这和之前在企业设立党支部这些事情是一样的 他似乎想用自己的英明伟大政权 用自己的伟光正的这个特殊的能力 这个绝招 想和现在市场经济通行的一些做法 做一个共融 那就是咱也不应来 你不是搞股份制吗 搞这个法制吗 那就这样 你们每个公司拿出1%的股份来给我 我是股东 我当然就有说话的权利了 但是你这1% 你随时就否定马化腾的那90% 随时就否定马云老师那百分之多少 否则的话 马云老师前几天 前些年在上海外谈会议上刚讲说 中国的金融没系统 他刚说系统晚上就来找他了 把这个马云金福上市给叫停了 所以马云老师都都消失了 都见不着他了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小红书也好 什么这个拼多多也好 那些年轻的老板 包括自觉跳动的那个老张 小张 年纪轻轻的就退出了江湖 金盆洗手不干了 你都找不着他 市场上江湖中再也见不到那几个人了 这是大家打心人的感到害怕 要自保的一个举动 所以你这1% 大家信吗 你分明都干掉其他人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不就跟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了吗 中国现在的黑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不是打家结识 不是晚上拎着斧头出来砍人 真正的黑社会都是通过法治的形式 保证自己的这个产权 保证自己的利益 在法治的框架下随时得到兑现 现在很多的黑社会 那都是和法院和检察院这些联系在一起 共同办案 比如他强行收购 某个公司 真掏钱 人家真掏钱 10%股份你得卖给我 你只要卖给他了 过两天法院检察院就联合 做掉那家公司 让你以股东的身份顺利用超低价收购其他的股份 整个公司就归你了 这是中国目前的黑社会标准的操作手法 套路完全不是新闻 我自己都参与过很多 完全不是新闻 都已经成了套路了 同时完全合法 这里面没有任何违法的身份 所以国党也要玩这一套 拿着1%股份 它既是保护费 又是紧箍咒 一方面你得给我分钱 另外一方面不行 我这一票兴使否决钱 1%股份我兴使否决钱 你啥也干不了 这一招黑不黑 这一招是真黑 事实上 中央想入股腾讯这个事不是一天半天了 腾讯 阿里 百度 自觉跳动 我都特别熟 那里面的高管不是我的小弟 就是我的小妹 我很熟 他们之前啊 给我complain过一点 说哎呀 王老师不行了 说啊 这个人民日报不要脸 我说为啥 人民日报非要跟我们搞合作公司 搞合作公司 搞什么呢 搞这个互联网内容的审查 那就是啥意思 就是人民日报 出自己的四个字 人民日报 别的他啥也不出 技术资金人员 全是全是这几家公司出了 什么字节跳动啊 什么腾讯啊 他们出 出了以后 审查互联网上的内容 这个 哪些关键字的审查呀 敏感信息的封锁呀 搞到什么程度啊 咱们搞个合作公司来干 事实上 人家这些公司自己都在干 我告诉大家 字节跳动这家公司 就用于内容审核的人啊 有四五千人 在北京郊区 江苏浙江 那些工业园区 大片大片的楼 里边人乌央乌央的 中午吃饭 那跟操吵似的 都是人 那些人都是内容审查员 人家自己知道 吃这碗饭不容易 都很小心 但是就这碗饭 人家已经很小心了 人民日报仍然不放过 非要跟人家搞合作公司 那就是我要分一道钱 那就是内容审查 你私人公司能做好吗 你们对党的方程政策 能理解这么透彻 这么及时吗 还是我人民日报来吧 我就出这四个字 你们一个企业 掏个五亿美金 咱们成为合作公司分钱 人家这些公司啊 字节跳动也好 腾讯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都顶着不干 为啥顶着不干 首先这事人家自己会干 企业化的运作比你那个还快 再一个 和你搞合作公司 赚钱你分走一半了 万一出问题 谁会说这是人民日报的问题 谁都会把这个问题啊 落到我头上 说是我腾讯没搞好 是啊 这种事情 我你都不等于把我这个 挖坑让我跳吧 坚决不跳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啊 甚至是环球时报 都是啊 梦想着跟这些公司搞合资企业啊 这些公司啊都坚决不搞 人家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 当然啊 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不涉及 他们核心机密 也不涉及公司核心资源啊 这些事啊 他们啊 也专门作样的 搞一些合资公司啊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学习全国这个APP 那就是阿里巴巴搞的 啊 就是你在别的事情上 央媒领导反复跟你谈话 是吧 你看那个央视的这个台长 这个这个 深海雄刚上任的时候 还召见了马化腾 你看 他们琢磨了 就是想 从人家身上砍一块肉下来吃 但是 人家也不少 人家不让你动关键资源 但是其他的事情上 也给领导一个面子 给央媒一个面子 哎 阿里巴巴那个那个 我刚才说的那个学习全国 那就是跟人民日报合作啊 搞的 那个东西 就是个面子工程啊 搞的这个 风风火火的 但这个事情本身在阿里巴巴内部 不是核心业务啊 交给他们搞 就是对上头有个交代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这么干 采取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包括 前几天大家记得吗 那个 周江勇 这个杭州前市委书记 周江勇不是也出事了吗 他 周江勇是马云的父母官 那人家是杭州市委书记 在地面上归他管 但是核心业务 他也不让周江勇的弟弟去碰 所以 马云啊 让周江勇的弟弟和他搞了个合资公司 搞什么呢 搞那个 地铁里边的那个一卡通系统 那玩意都是个技术含量极低的一个事 基本上就等于给周江勇送钱 这个事从技术上 对阿里巴巴也不算啥 投钱好像才放了几百万美金 放在了他们上海那个合资公司 也算合资了 你看 这等于也是给领导一个交代 但是不能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命根子 一直 这个 这些高科技公司和央媒和中央 就采取这样一个 欲罢害羞 推太极的方式 搞 不能赫然拒绝 但我也不能跟你全面合作 但现在不一样了 华智日报这篇文章就是 中央要直接要股份 具体讲就是网信办要当股东 那这种情况下 对这些公司实际上 那真的是一个灭点之灾 所以最近的这些变化 一些貌似 社会管控要放松的一些 这个情况 比如说给高科技公司 给他们拍拍他的脑门 拍拍他的屁股 说你放心 我不打你屁股了 你卖放放心 赶紧把经济给我搞好 不然我这儿停不住了 这都是权宜之计 中国社会已经过了那个坎 这次疫情 这最近这两三年当中 是世界历史上 最特殊的两三年 是中国历史上 最关键的两三年 击中难返 已经过了那个坎了 叫无可奈何 花落去 似曾相识 雁归来 大家再去想想 可能15到19年 那时候的中国 还是不错的 那再往前的话 江时代 胡时代 那也是不错的 起码个人有一定的空间 我的好多 这个我看到好多禁书 都是我在中国期间 那段时间我买到看到的 对我对这个外部世界的了解 起到了一个 提核灌顶的一个作用 那真的是好 现在好吗 现在都成了一个 完全令人 不忍不睹的一个程度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 看看 最近这些放松的措施 仅仅是权宜之计 是中共为了救命 先拼命踩着油门 加速师 现在又拼命的踩刹车 一个车和一个社会一样 最怕的就是一会加油 一会踩油门 拼命的搞 那不把车上的乘客 给折腾死了 现在中国社会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从总体上来讲 还是要加速 加速是绝对的 踩刹车是相对的 加速是要坚持下去的 最近习近平的 在这个政治局上的讲话 我仔细看了一看 我也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解读 我给大家选几段话 大家就会知道 我刚才这个判断 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空穴来风 比如说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要加强自贵领域反腐败 保持反腐败 高压态势 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 资本逐利行为 着力查处资本无需扩张 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 那意思就是 我不但要用你 我还要打你 反腐败 还是要在金融领域 高歌猛进 要打你们这帮人 具体讲 实际上这些事都是马老师惹的 他要是不搭嘴巴 讽刺国家没体制 没系统 哪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没有体系 没有系统 没有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没有贾向林的女婿李伯潭 哪来的你蚂蚁金服 是不是 他们这种情况下 利用自己猜他其出 还跟习近平同志叫板 习近平一看 好吗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那我就收拾你给你看看 结果把他们打了个半死 而且不但打 现在打 过去打 将来还要打 所以资本仍然是要被收拾的这么一个角色 在习近平跟29号 4月29号跟政策局开会的时候 讲的是非常非常明确 没有什么含糊的 另外关于共同富裕 很多人觉得 最近有一些人分析说 最近央媒上讲共同富裕讲的少了 拜托 讲的少了是不想刺激你们 干还是要真要干 我们看看习近平讲话 他说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暗廊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后面说了 在社会分配中要体现人民智商 人民智商就大家智商吗 就是要分吗 就是共同富裕吗 再者 说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 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 获得增值和发展 更注重维护暗廊分配的主体地位 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 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老大发话了 那些对共同富裕持怀疑态度的 你们可以洗洗碎了 不用怀疑 就是要共同富裕 当然这里面话说的比较艺术 体现了我党 特别是高级干部 习近平同志 高张严主 他也说了 会保障你们在社会分配的时候 获得增值和发展 就是说你一开始干这些事 可以多挣一些钱 可以傲娇一下 但是 再往后 你还要一家多大 还要挣得盆满钵满 挣了这么多钱 还要说我没系统 对不起 那我要收拾你了 那我就用共同富裕给你套上 我看你咋办 所以习总这个话肯定是这意思 当然了 这个老大信心起来的时候 他把自己当家长看 他把自己当爷爷看 训这些资本家 给训孙子似的 你看他这个讲话里边 还耳提面命 说要培育文明健康 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 教育引导资本主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信用信义 重社会责任 走人间正道 他的意思过去这些年 中国的资本都没走正道 都走了这个邪道 老大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坦率的讲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资本最大的特色就是逐利性 好人能干资本吗 一般很难干 那我身边这些搞资本呢 他妈的没几个好人 当然了放到美国也一样 也一样 中国这些年的资本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一边吃香喝辣的 一边还耍奸实坏 这种既胡作非为又吃香喝辣的时代 结束了 被老大叫停了 你们过去这些年太傲娇了 做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也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资本投资到很多企业 不但是经济效益很稀松 社会效益也很差 这些年包括这些很恶劣的 好多的企业 像百度 百度和人家美国的谷歌 高歌猛进 人家都要发卫星了 是不是海底光碗了 他那儿在跟普天系加强合作呢 就骗那些魏泽西的钱 是不是 骗一些中国普通最穷困 最没办法 只能上网搜一搜治疗方法的那些医院 那些医生 那些那些病人 他们和他合作 害苦了这些人 普天系 不就是百度的合作伙伴吗 对吧 还有中国这基金那基金 这些人投的好多企业 比如说 那个小粉红公司 叫什么 北美留学生日报 那里面他们一句真话都没有 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媒体 这不也是腾讯 也是这个 薛耀平他们投资的吗 所以 今天中国的这帮资本家 被政府收拾 我本人 我是有点高兴的 咱不玩那个政治政权 咱不玩 所以这帮家伙 你们到底干了多少好事 而且 在这之前 在大会小会 在很多的国际场合 通常都是这帮资本家 在为 这个一党专制 在为这个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 所谓的高效率的 举国体制 欢呼吗 我在海澳看到不少资本家 这个投资家 这基金 那资金的合伙人 出来就讲 我们感谢党和政府 没有他们 哪有我们的今天 是 没有他们 也没有你们的今天 就是没有今天 这个收拾你们的今天 你们被收拾 就是活该 你们这些人啊 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是利用了改革开放时代 那一段 那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 上下起手 捞了不少钱 捞了不少钱 你们有多少回馈了社会 你们有多少钱花在了 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开放 更民主 更公正 更法治的社会上 你们都是通过破坏法治 发了大财 所以今天 你们也要为当初做的这些事情 付出代价 所以中央收拾这些民营企业家 在地方上得不到老百姓这里 得不到多少同情 也没有多少人力挺他们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 过去这些年 你们也没干多少好事 事情说白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们这些企业家 这些所谓的创业者 耍流氓耍了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碰上 比你们更流氓的了 不但要收拾你们 还要跟你们 灌上道德败坏的旗帜 让你们要走人间正道 这之前走的都是邪道 都是邪道 这一点 这个也是中共的官员和这些资本家 这个不光跟他自己的资本家 我看跟海外这些大咖交往起来 也有这样一个 也有这样一个特色 让人感到有点好笑 前几天这个秦刚 刚从中国来美国当大使的时候 他召见了马 这个马斯克 耶尔马斯克 召见以后 讲那个聊那个天 特别有意思 那个秦刚啊 就指点这个马斯克 说你看这个世界经济啊 发展到今天 这个矛盾很深刻 结构性矛盾很突出 但你这搞这个东西吗 虽然一般人一开始看不出来 但是凭着你的聪明才智 你看做的还是不错的 要敢想敢干 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哲学 编辑法里头一些 就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这个稳定和某个时间内 要迅猛发展的关系 不错 你好好干啊 回去好好干 完全是他们长辈教训小孩子 完全是一个哲学的导师 教训刚入学的学生 我当时看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你一个外教官 也就是比赵立坚水平高那么一点点 你哪有资格教训马斯克 我真的是不明白 这些外教官哪来的这种迷之自信 你看到马斯克到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的总统 把他叫来给他讲哲学 给他教训一通 勉励他 指点他 拜托啊 马斯克比你们足足备备夹起来 能量都要大一万倍 当然了 马斯克比较聪明 虚心听取了 秦桑大使对他的这个教会 还写了读后感 发表在了推特上 大家感觉你看 秦大使讲的不错 这说明他聪明 但是外教官不聪明 你们这帮人就是一些服务人员 就是一些别的干不了 才干的外交 你哪来的信心 哪来的底气 教训马斯克 这点我就没想明白 今天看到这个习主席 让马云马马腾要走人间正道 我终于看明白了 只有他们那才是正道 其余的跟他想的不一样 都是外门邪道 就是要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法 来教训你们 让你们想起党就害怕 害怕以后赶紧的上下其手 配合党和国家 把他们想走的路要走好 这是当务之急 今天你看 这个就聊了一个话题 一不聊成聊了一个小时 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打赏 也欢迎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不要跳过那个广告 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 我们也在后面的时间里 会进一步的更紧密的关注 这些时事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这两年 尤其这一两个月 实在是太关键了 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过去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能量 这些问题 都到了喷勃欲出的那个临界点 中国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看上海折腾成这样 上海人什么人 上海人没什么了不起 上海人只不过 就是比山西太原人 比我们山东这个林仪人 比你内蒙的混合号特人 他们就是想要一点腔调 过的有滋有味一点 过的文雅一点 下午能喝个咖啡 上街能穿个旗袍 男士能穿个西装 上海的出车司机都戴着白手套 跟别的地方司机不一样 人家就是想要点小资情调 一点调调 但今天这个调调 也被中央给打掉了 把你们的这个底裤 都给扒了下来 证明上海的小资也好 白领也好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北京的小资也好 北京的高管也好 北京那些创业者 投资家 资本家 大恶也好 什么大恶小恶 今天看来都是些小苍蝇 既渺小 又龌龊 又可怜 又悲哀 所以这一下 这个年代 中央把他们打回了原型 后面怎么发展 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请大家 锁定我们的频道 随时关注世界最新的进展 做出一个最有利于 你自己的判断 谢谢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您的观看